好,我們今天來教大家這個打神節 好,我們今天要教大家打這個是漁人節 漁人節是漁夫的那個漁啊,漁人節 不是4月1號那個漁人節 好,那這個繩子通常我們用在 連結出席不同的繩子 或是說我們把,我們最常用的是把這個普魯士繩啊 連成一個繩環去做使用 OK,那我先來示範這個單漁人節 一個漁人節就是兩個單節去做互相的結合 通常我會這樣子給它平行 然後繞一圈 其中一端繞另外一圈 打一個單節 好,轉過來 打一個單節 好,它結構非常簡單 結構非常簡單 那它的長度就非常強 它這樣完全打不開 那通常我們在使用這個節的時候 我們不會用單漁人節 我們都是用雙漁人節 雙漁人節就是 剛剛是繞一圈嘛 雙漁人節就是繞兩圈 一圈 兩圈 好,這是一個重點嘛 就是第一圈繞過去的時候 第二圈要繞過上一圈的這個繩環 再從它的後面穿過去 好,顛倒過來的時候 一樣 一圈 兩圈 好,過去 這樣拉起來之後 它是很平整的 好,非常平整 好,我再示範一下 錯誤的方法 雙漁人節非常多人會打 打錯 合謂錯誤的方法 來,我示範一下錯誤的方法就是 一樣 一樣 這樣子嘛 但很多人打錯的方法是 它繞完一圈之後 它又繞一圈 OK 拿去吃起來 注意喔 現在示範的是錯誤的方法 一圈完之後 再繞一圈 它從後面 穿進去 好,這樣看起來很像也是雙漁人節 但事實上 這個是 錯誤的方法 那在我們拉緊的時候 你會發現 非常不平整 OK 那我再用一次正確的 方法 正確的方法 兩個繩子拿到的時候 給它平行 一圈 一圈 然後 從後面穿過去 轉過來 轉過來 一圈 轉圈 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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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拉起來會非常平整 可以看到這個差別了 這就是雙漁人節 把繩子連結之後 它就變一個繩環 它就會有非常多的用途 這個繩子也是非常常用 常用到的 OK OK